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流同款 第二轮竞演 同样也是由赛前抽签决定的顺序 那么本轮率先进行表演的双子星是 游掌镜和DDG 邓典国 他们将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是 《这个夏天双子星》 超 男下第一名 冠军 大家应该都是总结性质的歌 我听他歌词点了很多人 让他说 宝贝 加油 宝贝 加油 谢谢 宝贝 你要加油 你闭嘴 宝贝 那我们现在干吗去 我去换衣服 那我去换衣服 好 宝贝 加油 别乱叫 这个节目 然后到了现在这个环节最后一个舞台了 其实这段时间的那个旅程跟时刻 是很宝贵的 我们用自己原本可能平时不太会私底下说出来的话 弄成一首歌 弄在舞台上 然后表达出去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可能是对于我们这趟旅程 是一个很好的结业礼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结业礼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结业 是时间三长了 这次又刚好的时间 让我们说再见 亲爱的对不起啊 我要先丢下你 不能再恨你 不能再恨你 去远行 还在犹豫吗 就做自己吧 别再躲起来哭啦 快向前跑吧 不要回头啦 记得要永远想念我啊 有你的这个夏天 让生活的平淡变得有益一些 让时间向前 我在下个夏天等你 就在这个夏天 叫做双子新的狂欢 认识了你 认识了他几个月的长半 就像是小学到了高中集体共同感 但无法阻止的是每次曲中人散 shout to my bro 体育老师谢地 抱歉我保持距离 因为不想靠谁借力 把勇气交给fee 希望他不要卸进 从此把kira sama 做自己要切记 because we both wanna fly 903的抽象宇宙内核他叫爱 因为我们是最帅的 有你们在我身边 那就不怕丢掉快乐 不是吗 让阳光一直爱戴着他 每逢穿雨 他怎么叫做太帅了 话结束了烦恼 是否也会结束剧 早当比赛划上句号 写下未来的预告 Wes 别忘记我们的天赋 因为你是一切 也和我自己内心参嘲过 这也许就是命运 有时觉得太累 但无法阻挡他的声音 他叫Ice Chris 亲爱的要放弃吗 比坚持还容易 但能问自己 甘心吗 不畏惧只剩还叫野外 当他们变得更加强大就像血管 期待着更加璀璨 善良的火坏 He is that I'm next 但你知道他叫多浪 回顾着一切 开始因为朱锦西的机会 每次穿古董服装 我很好奇他的衣柜 享受了整个过程 没有想过何时疲惫 当每天都有扎劲的时候 我心有体会 我每天蹲着吃了喝饭 这个夏天流了太多的汗 看着有人哭 看着有人哭 看着时间流过 不能往回掉 该说再见了 我会记住你的名字 至少这过程 意义大于心事 感谢有你陪伴的记忆 说唱听我的第二季 我们有个共同的名字 双子星 送给你们每一个人 Let's go 别再犹豫啦 用作自己吧 拿着回照上路吧 快向前跑吧 不要回头啦 期待有人等你啊 我在这里啊 因为以前都是爱 还有太多期待 Don't move your eyes 我随心不在 我随心不在 Don't move your eyes 只怕时间不在 Don't move your eyes 我还有太多期待啊 因为你这个夏天 刚生活的平躺点 可有一些 再继续相见 我在下个夏天 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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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好 那我继续相见 你怎么会 对不来 你怎么会 有点好 你怎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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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月的里程特别好玩 唱了很多自己想唱的歌 会有画面在脑海里浮现 每一首歌完全没有重合 一直在尝试新的碰撞 这样去做出更多有意义的音乐 我觉得这就是双子星 可能五年以后会看这一切 这只是很美好的一个夏天 其实我们想了很久 第二首歌曲到底要怎么去写 突然有一种感触吧 这个夏天也是我过过 特别有意义的一个夏天 因为这个夏天认识了很多 爱音乐的伙伴们 这是送给一直以来 这个节目陪伴我们的每一个人 这是属于我们彼此的一个礼物 这个夏天 希望大家会喜欢 好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果果 谢谢 对 对不起大家 因为写歌就 因为最后一首歌我就有很多话想跟我们一起共同了度过那么多月的 对 包括没有写到歌里面的那些就是因为可能歌词就是内容不太多塞不下 我其实想跟每个人都说一句话 就然后说着说着 可能我自己就有点 谢谢大家 然后再一次把掌声送给这个夏天 从双子星开始 就一直陪伴我的乐队老师们 谢谢老师们 你们辛苦了每一次的舞台 那接下来 就是大家投票的时间了 投票 开始 我这走心了 要好 真是走心了 我感觉以这两手的情况来讲 应该是冠军很稳 不失误就百分之百稳 命运 这什么命运是吧 这就是命运 这是小概率事件 你弄个词 可惜了 真的也可惜了 但是没有关系 我最开始跟果果一直开玩笑 就是有一个梗 最开始成都有个酒吧 成都说唱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那个酒吧叫马汤 我们用成都话就叫马汤 果果后面去法国上班了 在法航 我们成都话就叫发汉 现在他回到中国来做说唱 我们的工作是在华阳 我们成都话就叫花样 最后我给果果说 你不用担心 我们这一次比赛 你至少都是八枪 所以说 已经完成了 OK了 无所谓 都是命 是吧 我觉得DDG肯定是一个 性情中人 如果他写出来了 没有用感情唱的话 肯定也不至于到这里 然后尤掌晋刚一开始的吉他的和弦走向出来了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狠祸了 DDG和尤老师这首 绝对是一首可以打动人心的 我回家会带耳机听的 我觉得这就不是一个 选运动员的一个比赛 我觉得它是一个选歌的比赛 所以我觉得无所谓 而且我觉得分应该不会低的 对 我觉得这首歌 可以当这个第二季的主题曲 别 吓死我了 感谢四位说唱推荐官 也要提示各位 我们第二轮的现场投票 首先是不公布结果的 所以现在有请我们的公正人员 把现场投票结果放进宝箱 有请邓连果和我们的尤掌晋先行休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抱歉 没有什么很抱歉的 没有什么很抱歉的 你把最 平时看不到你那一面留在这舞台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 我觉得很好 因为我觉得 是一个歌手的基本 没有 没有 这是人类 这是人类 感情是在那边的 没有什么好抱歉的 很棒 谢谢 那我们上去先 我们先上去 要吗 还是你 对不对 我等你 我先缓一下 我等你了 没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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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Azora Azora Lane Azora Lane 你知道弹幕有人说啥吗 他们说兰州拉面 什么的 欢迎兰州拉面 嗨 大家好 大家好 果哥 可以的 可以的 没有问题的 好了 别上 你不适合这么上好不好 对 咋了 别弄他 别欺负他 坐好 第二组要出场的双子星是 朱敬兴和311 阿和朱丽 我们的9031出来了 他们即将带来的歌曲叫做太空酸 太空酸 太空酸 玩起来 又出相台了 玩起来 不用管 什么都不用管 好 谢谢 谢谢 就是哪怕分数再创新低 但是我心里面丝毫不周结 我就是要做我想做的东西 这次来比赛就遇到了这么好的一个 这么好的一个 这么好的一个 魔乐 我就希望在场的所有人 不管是双子星 还有推荐官 还有观众 大家都当做夏天的最后一场 太罪了 对 对 下次下次见 尽量 好 对 我 好 我 是 我 我 是 好 是 我 我 快 勾开着远球 睡到明耐 不再有梦 去关门 'cause we come back from the space 免用了几乱的招呼的招呼 算你把天气都被温暖 断念不散不在自己的世界里疯狂 That's my attitude Fading like I can't see you 做一百亿人就在心有 Shouting me back like queen Everybody KO Hey! 我跟一个月 往当走吗 我们要加在我在爱听你的复杂 一路看出地球我不怕定不下 我们天亮这些出发 往当走吗 我们要加在我在爱听你的复杂 一路看出地球我不怕定不下 我们天亮这些出发 i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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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you're coming by i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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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害怕我浪败 no I never tried too hard to break i know you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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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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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爱了 在这个夏天也学习了很多 做出了很多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作品 也找到了一个趣味相投的搭档 每次做音乐我们就疯狂 一直在玩自己想玩的东西 我也很愿意去做一些融合场 因为这就是做音乐的意义 这就是双子星的意义 几个月之间长大的感觉 得到太多东西了 今天夏天就真的是意义非凡 今天夏天就真的是意义非凡 谢谢大家 谢谢舞蹈演员 谢谢阿和 谢谢杜老师 感觉你们好像那种游戏里面的人物 所以我跟阿和说 我说我们这首歌就自创了一个流派 叫做《Space AC Rap》 就是《太空酸说唱》 意识形态很贵 心法也是来自于 V-11 让我们来拉拉票 如果 就是 我说实话我不会拉票 但是我就说你们喜欢的话 投投票 就支持一下 反正最后一个舞台 我也挺不好意思的 好 谢谢大家 来 接下来 九十秒钟 喜欢一点 OK 我们投票 开始 五十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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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说唱推荐官 我太喜欢了 我要疯掉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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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种 我写不出来的那种歌词 我特别喜欢像什么 往太空走 我没有驾照 我在Archini的副驾 一路开出地球 我不怕停下 我们天亮之前出发 祝福你跟音乐结婚 好 谢谢老师 桌上圈很少有这样的作品 V11 flow又很丝滑 我的感觉就是这个歌 如果拍成MV 我就能想象到那个MV 有多数 真的 我在下面 我蹦到天上去了 你来一个 下次我看演出的时候 我会蹦到天上去 那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二位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怎么样 轻松了吧 是轻松了 我觉得这首歌很完整 然后我们就把这首歌发了 可以 好吧 拍MV 没问题 那同样还是要请出我们公证处的工作人员 把他们的现场票数进行封存 谢谢 谢谢您 接下来这首是由歌手胡彦斌和AJ賴喻哲带来的感谢 纯白他们 这舞台超好看 走啦 在后面了 小心 小心 来到这个节目 它会非常地像一段人生中的缩影 而在这个缩影的过程中间 走到最后一刻 你想到的可能就是只有感谢 好 我们就是我觉得就是感恩很重要 人生中感恩很重要 抓住一个好的时刻 我们把内心的那些感谢的话讲出来 好不好 好 谢谢 加油 这首歌我觉得可能要回到最后那个最最真实的自己 我们希望可以把它写在纸上 我们希望这张信纸变成一只小飞机 把那个飞机可以承载着我们的感谢 它落到那里的地方一定是我们想要去谢谢的地方 我们想要把最直接的感受传递给大家 有点像倾诉我们内心的声音 像一封信一样 我们把这封信寄出去的那一瞬间 然后也就像是把我们的内心话唱给大家听 感谢我身边的朋友陪伴我喜怒哀愁 每次在我最需要的时候 你的出现从不需要任何理由 我们都曾向往自由也被现实牵着走 不管我们在哪依然相信初心依旧 感谢流过的每一滴泪深刻的人生体验 深刻了友情爱情所谓的承诺多不易实践 感谢那失败也感谢那挫折 当回头再查看不只有失去也很多获得 感谢每次的旅行不同的风景不同的面 不同的文化语言美食帮疲惫的身心充满的电 感谢每一个生日蜡烛的数量和体重成正比 我的胸怀和肚男同比上升 岁月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 当我们谈懂了青春 脸上也留下了皱纹 说话越来越像爸妈的口吻 突然心头一震好久没回家看你们 感谢爸爸妈妈给我憧憬梦想的旅程 因为我的未来妥协了你们自己的人生 却不曾想过 当年你们也是那个怀揣梦想的男神女神 感谢你们的爱 永远为全家当与折赛 而是对你们的依赖 现在该轮到我又孝敬替代 Now I just wanna say dance for the love dance for the love 想大声地说出来 dance for the love dance for the love 感谢这真知 感谢这关心 感谢这真实 感谢这问候 感谢每当低谷的时候 你们都出现在神话 生活和真切 宽容和不解 勇气和威胁被理解 爱不心愿 对世界说声感谢 残阳和流连 变化和抱怨 交叉和困难也 但却绝不脱陷 对世界说声感谢 感谢闪烁的星空 从而烦恼暂时都清空 宇宙的浩大 再次的提醒自己 多渺小多平庸 感谢白天的照亮 期待希望的明天 期待着未来的想象 就像那云朵 变化在云间 感谢不完美的自己 不停地奔跑 不停地思考 承诺不止从不跌倒 而是每一次跌倒后 还能站直来 不被现实打倒 感谢我们像野草一样骄 感谢我们的独一望 感谢我们的人生 都只能与此千极其力的掌声 感谢与我并肩作战的你 看光不停或多少 现在走到这里 谢谢那年你 为梦想底下的勇气 一起跨出克服未知的恐惧 多少的犹豫和困难 多少的失望 平安和憧憬 谢谢你的借鉴是何无畏 没有因为生死环境而枯萎 谢谢不管你的工作都疲惫 依然保持不变人来 创作的纯粹 谢谢人生每个十字路口 你所选的每一条路 不管成功或败成功好与坏 你都没有停下脚步 感谢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个 你星星划过的夜和太阳 照照射起 不得寻找生命的意义 大事的藏在我自己心里 哪怕的质地破碎 哪怕的遗忘无期 哪怕的渺热 哪怕的吹散 想说是感谢 描述我 热闻和证据 怀痛和无纪 勇气和威胁 被理解 爱不熄灭 对世界说是感谢 彩虾和流言 有话和抱怨 吵架和困难也 难却绝不作析 对世代说声感谢 温暖和真切 宽容和误解 勇气和威胁 被理解爱不熄灭 对世代说声感谢 残忍和流连 变化和抱怨 将生和困难也 但却绝不错线 对世代说声感谢 残忍和流连 变化和抱怨 将生和困难也 但却绝不错线 对世代说声感谢 感谢每一个文艺工作者 感谢每一位乐手 感谢每一位rapper 感谢每一位歌手 感谢台前幕后的每一位工作人员 但却绝不错线 说唱从来不是小众 而是我们认知这个世界方式的一种 感谢我让你独自这一点 欢迎直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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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太感动了 千言万语会成这一句感谢 其实按照我们的表达来说 这个时候其实 二位就可以说很多感谢的话 但是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方式 在这首歌里面 就感谢了太多的人 其实我们细细去听的时候 就整个的每一个段落 都有他们想感谢的人 有一个小小的画面是 你们把飞机飞下去了之后 其实有一个飞机是飞回来的 就在这儿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 我们大家对于 对于你们的感谢 因为其实有太多的声音 在治愈我们了 我们当初想的这首歌 其实是我们在想 这个三个月 这个125天 其实它很像一段 人生中的缩影 我们在走过这个 生命中的很多的 最重要的时刻 你常常会发现 有很多时候 你很想感谢的人 而你没有了机会 所以我觉得 来到这个最后一站的时候 我们能够走到这里 包括我们的人生 能够走到这里 可能生命中 就是有无数的无数的人 他在支持着你 激励着你 所以我们希望说 可以在歌曲当中 可以把这首感谢写出来 也谢谢现场的每一位女们 然后给我们很多的能量 常常你知道舞台上 是因为大家的能量 是我们互相的碰撞 才会让音乐 变得更加的有意义 然后谢谢你们 谢谢 然后在最后 我们其实讲了一句 是我们讲了很久的话 这也是我觉得来 说唱这个节目 让我学到的 我觉得说唱 从来就不是小众 而是我们认知这个世界方式的一种 谢谢 就现在很感谢就是 这个缘分吧 可以跟现场的人 然后大家一起在这边 一起做这个表演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表演 就是想要传递爱 然后在这首歌里面 感谢了很多人 感谢到家人 就像兵哥 也感谢了这个世界 然后我们希望这首歌 可以带给你们的力量 我们都怀带着爱 然后去活着 来吧 各位 按E 来点OK 现在投票 开始 其实大家收到这个飞机了之后 可以好好地珍藏一下 对 飞机上的歌词 是我跟AJ直接手写的 对 也希望大家好好珍藏 这一份珍贵的礼物 我先跟大家抱歉 我的字真的是 我 但是是真行实义 好 投票结束 接下来 Kiel 这首歌 这首歌 冰哥和AJ 他们折了纸飞机 让我瞬间想到了我的那段时间 纸飞机在我经常会在六楼楼顶 然后看着底下 然后我会把纸飞机折好 往天上一飞 那个时候其实我是很向往一种自由 所以这个很感谢这首歌 又找到了那个儿时自由的感觉 Kerlun 冰哥是抓住了这个Hip-Hop的核心内核的一个东西 我自己是很感动 就是冰哥一直是不管主题也好利益也好 都在为Hip-Hop去发声 或者他自己体会的那种状态和内心的想法思想去表达给大家 我能感受得到 好 谢谢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我们这一次的票数 放到我们透明的箱子里同时也辛苦二位 谢谢 辛苦 谢谢 有请 欢迎明AJ賴宇哲先请休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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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大家要听到的是我们说唱听我的第二季最后的一支歌了 他们来自双子新宫琳娜和第二个早安 这首歌的名字叫天地震我行 加油 加油 公子们加油 加油 郭老师 公子们加油 以后多给你们学习 认我 同喜 同喜 加油 天地认我行 其实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我觉得是对早安来说 非常大的突破 完全要削减他原来 用的力量的一半以上 可是当他把歌词 全部写完的时候 我一看得了 成 加油 加油 小朋友 跟小朋友们一起合作 他们一加入进来 我们真的能感觉到 这个歌就像一个合家欢 每一次给观众带来新意 带来惊喜 这是我俩一直追求的 最后一次 我们在舞台上唱这样的歌曲 也是一个快乐结束 来了 来了 妈呀 这是干啥 太可爱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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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老师 我们想邀请你参加说唱听我的第二季 为什么要邀请我呢 我们想让公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中国风 啊 那我要准备什么 龚老师 您要给自己取一个AKA 别再叫我龚老师了别恍神 我是小精灵 红队大掌门 音乐的表达方式当然很多 让你想象不到 今年我来玩说唱 不是来玩的吗 来玩的吗 怎么到了现在大家都不玩了呢 不仅玩的大还要玩的酷 这个班子当然只有我能驾驭得住 海阔平雨月 长空人鸟飞 独城街阑珊 天地人我心 海阔平雨月 长空人鸟飞 独城街阑珊 天地人我心 谁在乎什么新的潮流 谁在乎点灯或者摇头 当音乐开始播放 这天地任我遨游 哎 迎接大的动荡 拜市场门文化的碰撞 炸到红箱你快放心吧 这是海库老罗808 哎 不可能被复制或者代替 看过新春来的支持 答备我的帅气 账门让我必须学会所有菜系 那还说些没有人能Do it like me 不停歇 天空中遨游 我不知疲倦 接着歇 奥秘藏在歌词里面 靠着月亮 音乐里 我找到我的港湾 望一切 天亮我会说句早安 可不可能可不可能 不可能都变成可能 我要证明我的可能 我要听你之间 每个角落每个风筍 都会传来我的歌声 海阔平与月 海阔平与月 长空人鸟飞 渡城街阑珊 天地任我行 海阔平与月 长空人鸟飞 渡城街阑珊 天地任我行 质疑我的可能 质疑我的年龄 我的歌声 质疑我的天风 说我尴尬不得风 质疑身太多了 说我不够酷 让我适应这个潮流 但是我就不 忘了太多字都拧了 来个大挑战 我把你们说的超级 全部撕两半 来吧质疑 来吧嘲笑 我都不在乎 我什么都能驾驭 不会浪费天赋 帮你们定的传统 却不一次颠覆 哪怕光芒只剩残阳 两只我的武器 之前一点还忙 我比你们想象中的 更加弯强 不在乎多少次了 我还在做难枪 我要牵迷之间不断留下 我的名字不管是 都还有上天生 甚至这些运动 想去见识我们努力突破自己 一直自得为了 再次点燃点燃熄火 就让野火烧的四季 这首歌我送给自己 我要送给自己 我想长出一双聚宝 像你儿子有悲响 我想拥有超本能量 给每个人带去阳光 小狗不再流浪 小妈不再悲伤 快乐的歌声帮你成长 所有的孩子都学会坚强 同样也送给你 点亮了舞台的灯光 同样也送给你 创造出音乐的偏扎 同样也送给你 开辟了故事的坚韧 同样也送给你 说唱听我在后 对 海过星雨月 长空人鸟飞 独城街阑珊 天地人我心 海过星雨月 长空人鸟飞 独城街阑珊 天地人我心 万里青空间无云 光芒大地间无垠 哪怕这月如同平 感谢你一路同行 万里青空间无云 光芒大地间无垠 哪怕这月如不平 感谢你一路同行 一路同行 一路同行 来互相尊重 互相交流 互相信任 我相信龚老师 选择跟我搭档 就是因为觉得我 没有达到我的极限 就是我们永远 可以创造出新的东西 我自己现在也是 这么认为的 我觉得待见舒适 就是趋力真没意思 我觉得好爽 这是我来这个节目 最大的感受 对这种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觉得通过说唱的方式 可以有更好的传播 这个是我们之间的缘分 只要有爱音乐的心 就可以有机会 做出更多的好作品 我的天灵盖都冲破了 谢谢 感谢马兰山中国原创音乐剧基地的孩子们 谢谢你们 感谢我们的三弦演奏家王毓老师 谢谢他 感谢湖南省老干部合唱团的叔叔阿姨们 谢谢你们 谢谢各位可以先行休息 来 两位跟我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在这个阶段 想创作一首这样的歌曲 好像我们跟兵哥想的也一样 就是到最后了 需要感谢一下这个舞台 你驾驭得很好 海阔平逾越 天高任鸟飞 我说到驾驭 有一点要说一下 就是这个歌 这个歌是 龚老师十六岁的儿子海库 他唱的 龚老师跟我说 他说说他已经 他很想他的孩子 但是因为在一国不能见面 想通过这首歌 传达他对他家庭的爱 龚老师有争取我意见 说可以吗 我说太可以了 必须的 老楼老师做了这首歌的整体结构和框架 是一个很有爱的作品 有爱 在这个说唱听我的舞台 我真的从第一期开始到现在 我觉得特别幸福 其实说唱不光是年轻人的 不光属于年轻人的 好多人刚开始质疑说我 说一个众老年人 你怎么能来说唱 说唱是属于所有人的 就像胡彦斌说的 它也是一种表达方式 那我觉得每一个人可以通过说唱的这种表达方式 能够勇敢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所以龚老师跟早安才会一次又一次 带给我们这么好 这么用心的作品 真的是太好了 是的 来 接下来 各位 最后一次投票了 如果喜欢 按1 来点OK 我们投票 开始 是 说不准 冠军是谁 谢谢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唱推荐官 龚老师的唱功 就是象个 把 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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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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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这上哪儿说了 你听你说 对 我也有一个歌词想要说 但是我是借鉴 一个OG的一个句歌词 叫做狗哥的一句 《九局下半》里面的一个词 不管好不好 酷不酷 爸爸 妈妈 或许这就是我的路 反正你们做自己爽就好了 这是一首很好的音乐作品 首先黑帕这个文化 它从国外就是普通人的音乐 它是很励志 它可能教你怎么怎么 慢慢地去成长 来到中国以后 我觉得它要继续完成这个使命 这个本土化上 非常地需要龚老师 感谢我们的说唱推荐官 接下来还是要有请公正人员 将他们的现场投票结果 封存起来 常识也让东老师和早安 先行休息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治水 独家冠名播出 补水就喝外星人电解治水 Rapper最印单品 潮流一网打进 上小芒APP GET潮流同款 听说上上Q音 节目音源尽在QQ音乐 加入芒果TV会员 每周日中午12点 想先看收上听我的第二季 每周一中午12点 会员尊享PLUS版 加量内容 加败精彩 185点 '! 2011了 2013 你送个屁 bullet呀 没事 你脑子是不是有个大病 炒 好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四位双声推进官 每人有一枚的双子星币 每个币十票 我们谁先来 上 上 上子 死圈 都剪布吗 剪刀布吗 这玩意是都剪刀布 怎么 怎么投 直接可总可以站在原位 我不能上来是吧 可总 你是这样 我懂你的情绪 你突然一上来 我有点害怕 可总 我懂你的感受 其实就可以在你这表达 那你就直接让我站起来投完了 你给我B干好 不是 要把这枚B给到你要投票的那个人 其他的三组只能看着 这么深 好 看看蛋壳的选择是 我这枚B投给胡彦斌老师 谢谢 谢谢可总 谢谢 好 可总非常爽快地投出了B 我觉得 我觉得冰哥没有选择说我做一首炸的 或者是什么的 而是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和对HIPHOP的理解的态度表达出来 所以我把我的这枚B投给了胡彦斌老师跟AJ 谢谢 下一位 好的 谢谢 谢力 谢老板 那我肯定不能投给DVPG 忘迟了 不敢 我这一轮要表个这个态度 我投给朱老师 谢老板把他的双子星币 谢谢 给了朱金兮 谢谢 11号 投给就是我说朱老师从来不考虑现不现场 迎不迎合市场 跟我一样 从来不写情歌 从来不写旋律 根本不迎合市场 就做我想做的 我就投给朱老师 我把这枚B投给DVPG 我现场也经常忘词 下回忘词了记得FREESTYLE 然后 我也觉得写旋律真的很迎合市场 但是我就是市场 我就是市场 好的 刘充给了扭掌机和DVPG 登别国 我就是市场 我就是市场 最后一位 法老 我怎么像坏人 最后一个 我投给龚老师 等于没投 端水大师 我跟你说法老绝对是 端水 因为刚才我也说过了 我觉得HIPHOP需要更多的本土化 然后又需要创新 这一季龚老师完美地诠释了这个理念 所以说我要投给龚老师 好的 感谢我们四位说唱推荐官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 加上了说唱推荐官票数之后 排名情况 排名第一的是 邮掌晋和DDG邓滇国 462票 第二的是 中琳娜 第二次早安 435票 第三名 胡彦斌 AJ 赖玉哲 367票 第四名 朱晋希 B11 231票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媒体见证官的投票时刻了 大家根据他们两轮的表现 投出你最喜欢的那一组双子星 倒计时投票 现在开始 感受过多 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投出每个人自己 感受过多 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投出每个人自己 第二 我是把我这票投给了朱晋希跟V11那一组 他们的歌真的听得很高级很上头 回家以后会下载这首歌开始摇的那种歌曲 我很喜欢 谢谢 谢谢 好 那么我再问一下 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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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欢迎一下RF 因为他特别特别喜欢我们节目 然后也帮我们分享了很多 我们的观众也非常喜欢RF 你知道他不 特别火的 特别火的一个就是做这种 好 欢迎你第一张 HIPHOP圈是您分析啊 好 我把这票投给了有掌镜 更多两个老师 第一首的舞台我是自己特别喜欢 非常有冲击力 第二个舞台虽然是有一些瑕疵吧 但我感觉也特别诠释了这个双子星赛制 不仅是这个音乐技巧上面的融合 更是音乐审美的契合 谢谢 好的 接下来我们的公正人员 是的 现在我们三十位媒体见证官的投票情况 已经在我们手中了 首先 朱晋熙 FREE11 获得六票 好 谢谢老观众 吴彦斌和AJ 获得四票 好 好 那接下来 他们获得的投票人数是 十一人 十一票 三分之一 感觉有翻盘的 那怎么 苗头 苗头 最后一组 有掌镜 DDG 获得了九票的支持 感谢各位媒体见证官 那么我们看一下目前为止排名情况 第一名 第一名 尤掌镜 DDG 邓边国 471票 第二名 龚琳娜 Wang2 早安 446票 第三名 胡彦斌 AJ 莱语者 371票 第四名 朱敬熙 V11 237票 没什么太大区别 如果邓连果不输的话 就 我觉得是稳 就觉得稳 但是我现在看这个 应该还是稳 主要还是看这个 对 第二轮 接下来马上就要到我们最后的时刻了 就是我们现场的五百位观众投出的票数 会如何改变整个的排名呢 打了 有屁吗 我觉得在我们公布票数之前 真的应该好好的感谢一下我们四组 说唱双子星带给我们的不同的音乐感受 我觉得每次听到 有掌进 跟 果果带来的音乐的时候 你会觉得有掌进的声音就像天空中最亮的那颗星 双子星 点果的感觉呢就是他永远可以抓到最深最真挚的那把泥土放到自己的心窝里 这样的结合 这个就是双子星带给我们的双重的魅力 那同时呢我们听龚老师跟早安的歌 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精 气 神 整个的这个感受就是告诉我们 咱们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确实在台湾 孤 좋 哇 benefic 主要是 赵 我们听胡彦斌老师跟AJ的歌呢 晏斌哥就像一个助梦师 然后AJ就像一个追梦人 他们两个就是不断地 一起构建一个梦想的世界 只要有梦想就会有梦想 听君一集话如听一集话 好有才华 那接下来呢 我听朱镜熙和FREE11的时候 最大的感受就是 他们可以把天马行宫 真实地做到有一种 你在畅游整个外太空的感觉 一种感觉就像两个外星人 会给你时刻在补充着那种电解质 让你整个的感受非常地自如 在这里再次感谢四组 同时也特别感谢一路以来的 每一位音乐人和我们的说唱歌手 因为你们每一个人的 不懈的努力和付出 才造就了我们说唱听我的 第二季的舞台 谢谢各位 谢谢 我们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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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 和外国人chair 现在我要把这个透明箱子里的 结果拿到舞台上 好的 首先我们先来公布的是 朱镜熙 第二轮竞演 五百位观众 给他们的投票术试 三百六十八票 谢谢 这也是这一组的最终成绩 六百零五 接下来是我们的胡彦斌和 AJ 赖玉哲 这首感谢获得了 三百七十九票 目前排在第一位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当然没关系了 那就行 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的 是龚琳娜老师跟第二轮竞演 早安 兄弟 为什么我变得好紧呢 我觉得这是我心里的冠军 重新定义了黑泡 这首天地任我心 获得了 四百三十五票 有请大屏幕加上分数 有请大屏幕加上分数 不是 果子哥真不稳 果子哥真的不稳 咱有机会 有两个 好激动 我还算最后一 最后一 可以为这个名 那么一起让我们来期待一下 我们有掌镜跟DDG 他们的分数 如果可以超过四百一十票的话 他们就将会登顶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结果到底如何呢 我觉得应该不难 我投手啊 我投DDG 我投手啊 一票 果子哥 他们不要四百一票 最后一组 有掌镜 邓点果 这个夏天 双子星这首歌 获得了现场投票 这个夏天马上就要结束了 邓 Her 不是电视上都是这么演的 我底下 来了 大家 票数是 四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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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 四百 四百 零 四百 四百 獅子 四百 零 四百 零 累 404票 恭喜 获得了404票 怎么样 我也算不过来 所以 让我们看一下大屏幕的排名 现在就是我们的最终排名 太厉害了 最排名 让我们恭喜外星人 电解智水 2021说唱听我的第二季 双子星全国总冠军 宫尼娜 第二季 早安 郭老师 恭喜 很棒 很棒 这些 真的没想到 但谢谢 太戏剧化了 东哥们 东哥们不有心人 生气 真是啊 生气 到位了 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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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我们的 郭老师 有请我们的 早安 来到我们的 舞台中心 接下来 接下来二位分享一下我们的冠军感言 就像今天这首歌 刚开始导演组邀请我的时候 我很疑惑 为什么会邀请我来这个舞台 我没有想到我会走到最后 而且会获得今天的成绩 但是有一点 每一次 每一首歌 我们两个都用心地完成 你知道吗 我每天早上就给他打电话 我们天天通电话 去聊这些所有的歌 每一首歌都是我们的原创 也感谢所有的观众 感受到我们的用心 也感谢观众们 可以喜欢中国风的说唱 谢谢你们 好 来 接下来 早安 这个 冠军 是真的 不是这么计划的 我 龚老师 我就 我很谢谢 我很谢谢每一个愿意为我投票的人 我很谢谢每一个认可我音乐的人 然后 然后 我很谢谢 每一个愿意来看我的人 我 我有一个 我跟二万有一个仪式 但这个仪式 我 我必须得来一下 我来自南京 我来自Freal 我来自Freal 我来自Round 2 我是早安 谢谢 好烦人 好烦人 有点转 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要带给予人 我们的补水兄弟阿外 为我们的双子星总冠军 准备了外星人惊喜补水大力包 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我们为双子星冠军定制的 专属外星人黑胶唱片 这张唱片收入了 两位双子星冠军 在本季说唱听我的节目中 呈现的所有作品 另外一个 是我们外星人电解之水 提供的365天全年的补水券 补水就和外星人电解之水 补足水分以最糟的状态坚持热爱 不惧挑战说唱不听 补水不止 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颁奖仪式了 马上先请出我们的冠军奖杯 各位请看 这就是我们《说唱听我的》第二季的冠军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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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唱听我的》第二季的冠军奖杯 网上碴 好重 好沉 这个盘子 这个盘子 好沉 不 恭喜我们的龚琳娜老师 第二回合早安 荣英伟 2021外星人惦记之水 说唱听我的第二季 双子清全国总冠军 哇 还在升级 虽然不是我拿 但是刚刚我激动的腿都出惊了 你知道吗 我真的没想到 恭喜 哇 好棒 感谢 来这个节目我收获特别大 大家好 我是AKA小精灵 天天带来好心情啊 我是是自由的鸟 自由的脚 自由的歌唱 从头走到现在 很幸运能够遇到早安 能碰到龚老师 愿意给我机会 让我去打开自己 让别人看到我更多的可能性 我觉得 我会觉得很幸运 我觉得如果早安你能在这个舞台上展现出你自己的爆发力 你是不是就会满足 我想想都觉得好爽 双子星是不容易的 不是光是一个人好就够的 我们俩都是在进步 还在第一位的是宫琳娜 第二次早安 一千零一票 付出是有回报的 一切我投入的心血和我跟光老师一起去交流 去创作 和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一定是会有回报的 我跟光老师是最棒的双子星 好浪漫排队 让我们俩比得虚拟 比得了吗 在这里让我们再一次 感谢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 也要谢谢我们每一位rapper 是你们的热情 让我们说唱听我的第二季变得不同 也谢谢我们所有的音乐人 是因为你们一点一滴 所有所有完美的内心的释放 才让我们这个舞台变得不同 让双子星变得不同 最重要的呢 也要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也非常非常感谢 是你们给了我们力量 同时我们的补水兄弟阿外 也为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准备了补水福利 感谢台前幕后所有工作人员的付出 说唱外比赛鸭 补水一定靠它 补水就和外星人惦解之水 2021外星人惦解之水 说唱听我的第二季的总决赛 各位我们明年再见 第三季见 我们这一次是说唱双子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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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其实最开始我们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节目最后会成什么样 所以我们是抱着无限的可能 我们都在试图的突破框架 破不破圈我觉得要看市场的反应 但是你说有没有融合 其实我觉得都在不停磨合吧 我觉得双子星就是要让两个人的特色 可以结合起来 然后去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 有一些歌曲是非常非常成功的去诠释了这个理念 我觉得认识了很多这个年轻的选手 不管这个比不比赛赢不赢 做自己想做的音乐就就是很帅 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是 改变了很多歌手老师们的想法 他们会觉得说唱是好玩的 对 叮咚叮咚叮叮 人也和心 首先我来到这个节目 我感受到了 看到了就是一群特别鲜活的人 更欢迎朱敬熙 这个机会让我听了很多的音乐的类型 然后发现我的音乐世界又变得更大了 然后也找到了一个趣味相投的达到 第二组双子星诞生 让我们恭喜他们 反正我觉得金姐 是我最值得尊重的一个好姐姐 我觉得今年夏天就真的是意义非凡 是会永远刻在脑子里面的 对 我觉得回到了原点 慢慢说 就是 就是 就是感觉就是从这个感觉 这个这个口子 然后去绕了一圈 旅行完了 然后收获了一堆 对对对 回忆一点知识 然后又回到原点 然后继续在下 对对对 有点对 我是他的繁衣官 说不太好 然后对我来说 其实 我觉得可能是对于 说唱音乐可能会 更了解一点吧 在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当中 对说唱文化也好 或者对音乐也好 其实会有另外一种 不一样的认识 我真的觉得说唱从来不是小钟 难道流行不应该改变了吗 我应该是你们一个最好的partner 我负责底线 你来负责上线 我觉得双子星是一个很好的开启 你会发现因为不同的属性而创造出来的火化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只希望在这个台上我们都不要留下遗憾 这种很良性地去交流 然后去配合 我觉得这东西是很好的 而且这样子也会真的让乐坛 让整个音乐圈会有更好的碰撞 对 我真的很遗憾没有再跟龚老师多合作一起手 其实我们可以有很多主题可以做 因为只要有爱音乐的心 就可以有机会做出更多的好作品 以后我们会创作出更多的 属于中文说唱的 完全不同的 那个天地任务型的领域 我们都是用心在爱这个东西 都是爱黑派 不是我们选择了这个节目 是这个节目选择了我们 在最后最想留下的 一句话就是 说唱从来不是小众 而是我认知这个世界方式的一种 这就是一个很美好的夏天 很幸福 我们能做好的音乐很幸福 我也很愿意去做一些融合场 因为这就是做音乐的意义 这就是双子星的意义 比赛完了后才是真正的开始 那就完了我还没玩够的 明天就知道我们也必须要有音乐 必须要有说唱音乐 大家明天见 说唱听谁的说唱 聚活 欢迎订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青龙网 粉丝网 中国娱乐网 360娱乐 猫铺娱乐 红网 华生在线 西浪湖南 腾讯大乡网 大众网 亚洲娱乐网 花边娱乐 熊猫娱乐 亚洲文娱 亚洲影视 要记得我来自哪儿 别问为谁 要记得问心无愧 别问我路在何方 往上往上 被风吹 远方传来一阵唱鼓泪 好有多活到那中 手都转 给他们做一个不愿意 别问我路在何方 往上往上 对raw 得炼海 禰 här suk ň complaint 嫌